美軍FA18大黃蜂戰鬥機升空 攔截來自燕門湖塞叛軍的威脅 CNN記者還登上艾森豪航空母艦打擊群 直擊美軍是如何在鴻海護衛商船 艾森豪的飛行甲板上 戰鬥機才剛剛掛好彈藥 就要馬上再出動 平均每天要升空50架次 平凡警戒不分昼夜 每分每秒都處在緊繃狀態 從一開始的被動護航任務 升級成主動空襲湖塞據點 湖塞還是不斷還手襲擊 得靠整個航艦打擊群一同抗敵 CNN記者還登上同個打擊群的 博客級驅逐艦葛瑞夫里號 恰好相位陣列雷達就偵測到 有胡塞的飛彈來襲 幸好美軍的火力壓制有成效 近來胡塞的攻擊頻率減少 目前有超過2000艘的商船 平安通過凶險的鴻海 但是胡塞還是沒有知難而退 揚言加強攻擊商船 護航中就治標不治本 胡塞背後還有伊朗在撐腰 威脅始終都在 況且整個衝突的根源 不在鴻海而是在加薩 以色列還在找哈馬斯首腦辛瓦 日前發現辛瓦跟家人 曾經生活過的地下碉堡 人去樓空留下沉堆的現金 還有來自聯合國的救援物資 以軍還從監視器畫面裡 撈到當時辛瓦 西家帶卷逃難的狼狽模樣 辛瓦到底在哪裡 以色列不惜把整個加薩都翻過來 也要找到他 甚至不甩國際社會的勸阻 执意要往南推進地面行動 加薩罹難人數已經上看三萬人 就連一向最挺以色列總理 納坦雅胡的美國總統拜登 也忍不住私下開罵 只是納坦雅胡衝耳不聞 還傳出他召回停火談判代表 說哈馬斯要以軍全面退出加薩 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以巴停火的談判 面臨胎死腹中 聽說成縱報導 FA-18大黃蜂戰鬥機 已經數不清第幾次 從美軍艾森好航空母艦起飛 在最危險的鴻海空域 攔截來自燕門胡塞叛軍的威脅 甚至深入打擊敵方的陣地 打擊群指揮官說 這是50年來 美軍在當地最大規模的行動 我們現在有使用 超過2000飛機船 通過這個重要的水道 當你比方說 有很多任何任務 都會回到1980年代 甚至會回到世界戰爭 這是最大的動力 美軍宣稱護航有成效 但胡塞組織也說 他們取得勝利 只是胡塞組織的說法 更像是給自己台階下 紅海緊張 看似有所緩和 只是現在以色列可能 再進一步對加薩南部發動進攻 拉法關口出現數百頂難民帳篷 這些加薩人顯然無處可逃 因為旁邊就是埃及邊境 他們已經逃到了盡頭 要是以軍動手 拉法這邊的上百萬難民 絕對是兇多吉少 聯合國嚴厲警告 以色列趕快懸崖勒馬 施壓的還有 黎巴嫩真主黨領袖哈桑 他說只要加薩停火 真主黨就不會再跟以色列 發生邊境衝突 法國還提議真主黨 從邊境後撤十公里 防止擦槍走火 體會先送不到 夜門首都沙納街上 胡塞武裝組織成員 正舉行大閱兵 有人還扛著火箭炮 散彈槍 大秀軍事肌肉 就是要表明 胡塞組織將持續對抗 攻擊巴勒斯坦弟兄的 美國和以色列 美軍證實 周四在出動攻擊 準備轟炸 紅海商船的 四艘胡塞無人艇 與七枚反艦巡翼飛彈 胡塞組織反酸 美國的這種轟炸 不痛不癢 還說他們在 紅海發動的攻擊 已經讓以色列船隻 嚇得不敢再出航 除了美國號召的聯合艦隊 胡塞組織現在又面臨新敵手 德國派出強大的 防空護衛艦黑森號 參加歐盟在紅海執行的任務 保護各國商船 不受攻擊 黑森號配備的雷達探測範圍 最遠可達400公里 裝載的導彈還能擊落 一百六十公里遠的目標 然而親伊朗民兵 與西方對峙越野越烈 美軍發動無人機 即必下令殺害駐約旦 美國大兵的伊拉克 真竹當旅指揮官 儘管沒傳出平民傷亡 伊拉克人卻感覺被冒犯 CNN分析認為 這可能讓伊拉克的內部壓力加大 要求當局盡快談判 讓美軍全面撤離 否則美國和中東敵對勢力的衝突 可能會讓伊拉克掃到颱風尾 美國這時候也很頭痛 因為以色列下令對拉法全面攻擊 危害到上百萬難民 美國明確表示反對立場 美國總統拜登甚至直言 這太超過了 有聲浪批評 纳坦雅胡想繼續打仗 只是因為他不想太早面臨戰後責任 以及戰前所捲入的官司 根據統計 拉法目前已經有150萬難民 相當加薩 四分之三人口 隨便一枚火箭炮都可能造成數十人傷亡 成千上萬人無法生存 在拉法一處養雞場 現在已經成為五個家庭的避難所 難民甚至和雞睡在一起 攻擊也大幅破壞加薩供水系統 難民得從廢墟中平民挖 才能找到救命水源 美聯社分析認為 加大攻擊拉法還可能惹火正在協助 斡旋人質和停火談判的埃及 造成更大的難民危機 這幾天還傳出有哈馬斯手上的人質死亡 更讓人質家屬擔心 他們被抓走的親友 一日沒有被釋放 他們就一日無法安心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